今天的主题是Femipay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在全家的这个Femipay的部分 有额外的食堂回馈 那想到这个Femipay你说什么 嗨我是宝可梦 又回到了我们的有求必应单元 不是啊 这个宝可梦卡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Femipay 那什么是Femipay呢 其实它就是全家推出来的 这个行动支付的系统 那无独有非常有趣的是 好像两三个月前吧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 市场上也是就是盛销成上 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说那个全家跟玉山银行 出资成立的一间新的公司 要来专门攻打这个Pay的部分 那前一阵子TVBS记者也跑来问我 他真的很有趣 他就说那个网家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全家 他们都要推出自己的Pay 那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啊 然后同样的问题就是 连那个非凡也跑来问我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他们都想要抢食 行动支付这个市场 你们可能会发现 就是这阵子我分享的节目里面 有蛮多都是专门介绍行动支付 那每一个行动支付都有 他自己的特色 像电信业者也推出Harmipay 这个中华电信 那其实远传跟台湾大哥 大家也有自己的Pay 这个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用户啊 所以特别 就是没有特别去研究 他们的这个行动支付 但是如果你是他们的用户 其实他们都有推出 相对应的服务这样子 那今天要聊的这个 玉山跟这个Famipay 他们的这个合作啊 其实我 我们是不知道 他未来会怎样的 但是听说 他们将来有可能会拓展出去 就是说除了全家以外 还有可能到各个不同的 生活场域里面 都可以进行支付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厉害的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今天的话呢 到底有哪些信用卡绑到这个Famipay 有没有什么高回馈哦 那这阵子我一直有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就是星光的这个OU数位账户 其实他有针对这个指定通路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Famipay 就是在全家的这个Famipay的部分 有额外的10%回馈 那想到这个Famipay 你就会想到 其实星光银行自己有一张信用卡 叫做还与现金回馈卡 那他就是特别把这个Famipay的部分呢 拉出来当作是10%的回馈 所以因此呢 你如果是使用这个OU数位账户 再搭配这个星光环宜现金回馈卡 那你就可以拿到10加10 最高就是20%的回馈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是我个人觉得 算是我们2021年上半年 非常厉害的一个回馈 但是呢 因为OU数位账户 跟这个Famipay的这个搭配的活动 直到6月30号 所以下半年的部分 不知道说这些合作的银行 或者是厂商 他们会怎么推出新的优惠 如果他真的可以走出全家的话 那就真的很厉害了 但是没有走出全家之前 现在就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Famipay如果拿来扫码 支付税费 就是只要在全家的柜台里面 可以逼得过去 然后可以缴费成功的 他基本上就可以享有 所谓的10%的回馈 这个还蛮厉害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星光还有一张卡片 叫做现金回馈JCB卡 这个JCB精致卡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有那个哆啦A梦卡面的 那这张卡片的话呢 它有主打就是 许多指定筒里面 有2.1%的现金回馈 包括在这个全联 也包括在Famipay的部分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全联PXPay里面 也是有绑上这个星光的 这个现金回馈JCB精致卡的部分 也是拿到很多回馈 你想想看如果你要缴的税费 非常的多 那Famipay的回馈 每个月上线只有100 所以你就是刷1000块 就拿到100就没了 那除此之外 你还要再多刷怎么办 你就必须要绑上那张 星光的现金回馈JCB精致卡 你才能够拿到2.1%的回馈 所以这个是拿来做缴税费 很厉害的 因为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问说 我有税单 我要怎么办 我可以去全家缴吗 去全家缴可不可以赚回馈 你就只能够用Famipay了 所以Famipay我个人觉得 它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推出来的 然后最近真的是越做越好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包括就是因为Famipay这个APP里面 它也可以来买 这个所谓的咖啡祭杯 那咖啡祭杯的结账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透过Famipay直接在APP上面结账 那一样也是享有这个最高10%回馈 非常的厉害 平常要怎么用 平常用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跟你一般到超商去结账一样 就是你拿东西 不论是你的缴费单 还是你自己要买的零食还是食物 去柜台 然后全部都扫完一遍之后 第一件事情 你要报的是你的全家会员 全家会员的话 如果你用Famipay它是有绑定的 然后第二个你要扫码你的Happy Go会员 因为Happy Go会员在全家每50点 可以累计一点的Happy Go点数 那Happy Go点数在特定的日期 比如说百货公司只有年轻 可以有1比1的方式去做兑换 那个很划算 消费50元就送你1块钱 这个回馈率是2%非常的好 所以请你们常常有在全家消费的 一定要记得抱你的Happy Go会员 就是给他扫码一下累计 那第三个就是扫你的载具 就是你的发票不要印出来 可以多那个抽奖的机会 那这三个都用完之后 就是要开你的FamiportAPP 里面就有一个Famipay 那这个Famipay你就可以给他扫码 扫码过了之后就可以结账了 所以他整个结账的流程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我已经习惯到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先报会员 然后第二个就是报Happy Go的号码 第三个是扫码 就是我们的手机条码 然后最后才是结账 你有这四个步骤完之后 你就可以累计该累计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那至于这个Famipay他将来有没有可能可以 就是离开全家 然后到不同的通路 比如说85度C 或者是可以去美联社 或者甚至是跑去赖尔夫 有没有可能 或者跑去区城市可以结账 我觉得这个就是玉山银行跟全家 他们要好好去努力的方向 因为如果他可以往外拓展出去的话 那他就会很厉害了 那下一个令人期待的可能就是刚刚讲到的PXPay 因为PXPay目前也是只能够在全联做支付 那万一又是说 因为像全联的PXPay 他是可以刷卡除支进去 然后还可以拿那个什么 礼拜一除支1000拿200点全联福利点 我的福利点都已经有五六万点了 都用不完了 对不对 然后我在我PXPay里面的除支金的部分 也有一两万 都用不完 太多了 所以如果他有拓展他的场域 跟这个PXPay一样有拓展出去的话 我觉得我储置在里面的钱可以好好地使用 这不是很棒吗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看好的 所以这个PXPay的部分 尤其是在消费缴费都有很高回馈的情况之下 请大家也要特别去关注 因为将来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好康在这里 但是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呢 当然就是卖个关子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就会先跟你讲 好 那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欢迎你就是按赞留言 然后呢 给我五星评价 好吗 他好像不能按赞 没关系 那你就给我五星评价就好了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